社区营造 城乡发展 城市行销 交通规划 社会公平 民主参与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欢迎收听 公事好好说 公司 厚厚共 公司 呵呵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公事好好说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联合直播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助理教授谢旭生 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高雄在地文化的复兴和经营 那今天也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与我们共同讨论 关于这个文化的经营的这件事情 那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建业新村江州商店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作家 同时也是这个甜点师的这个江州航老师 谢佑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州航 那我们也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印刷创新科技研究发展中心的设计师 苏宇柔 谢佑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柔 好 两位来宾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主题呢 其实这个动机是在于说我们关注到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保留和传承 其实都一直在台湾或者是在高雄其实都面临许多的这个压力 就面临到这个都市发展 都市开发的这个压力 好 那在没有这些压力之前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我们这个生活周遭的这些文化的内涵 还有这些元素 好 那可能时常碰到这个都市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呢 那可能即将面临到都市发展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才会想说那这个某一种具有文化意涵的这个地景 那消逝之后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以被再造的 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透过对于文化的理解 透过对于文化的理解 以及将文化的元素与转化来赋予这个文化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今天锁定在这个高雄的这个旧左营 以及这个建业新村 比如说像建业新村 它就是一个日治时期的这个海军的建设 它的这些具有鲜明的这些建物的这些材料的样式 或者是它内部的这些道路都是具有这样的一个 当时反映当时文化的这样历史的特色 那我们在这个高雄市政府在2014年推行 这个以住代户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让这个建业新村的老屋开始慢慢展开这个再生 那透过结合这个青年的创业 或者是引进诸多的这个文化商家的进驻 使得这个建业新村重新活跃于这个高雄 并成为这个左营的新的一个地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旧左营 关于这个建业新村的一些文化的复兴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让文化的元素可以持续被经营下去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源起 那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余柔 就是说您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应演中心 他作为一个这个法人的这个角色 那怎么样子考量这个在地的文化的素材 那并能够以就是协助的方式 协助这个微型的这个业者 将他们这个考虑这种在地文化的这些品牌 那把它做商业化 那尤其是你可以想要了解的是说 那近年来在这个左营 就是去这边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努力这样子 是谢谢教授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一言中心 今年呢是有跟我们在地的一些店家来组成一个品牌 叫做左营就是美 而以左营就是美来说 其实我们透过左营在地店家领头单位的方式 来号召当地一些志同道合的店家伙伴 一起来创立左营就是美这个品牌 然后也透过政府资源的协助 我们以个别陪伴辅导的方式 然后来了解在地店家的一些属性或者是特质 然后来给予一些相对应的辅导 然后像是辅导项目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办理课程啊 或者是数位人端工具的导入 设计资源串联等等 然后我们也会连接一些注点在地的店家 一起来共同学习成长 像是今年我们就在六月份的时候 邀请江中航老师为我们的店家来上课 然后也以江中航老师多年利用在地素材翻转的经验 不管是以往老师在六规 或者是近几年在左营的区域等等 然后来和我们店家做分享 然后其实像是因为江中航老师 他本身就是已经注点在那边了 所以其实他可以更透过他自己的角度 然后跟我们的店家一起用同样的角度 然后来分享他的一些经历 那课程的部分大概是有像是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课程 我们其实像江中航老师这边主要就是协助一些在地文化的翻转 这边来做分享 以他的自身的经历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像是设计包装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影音的教学等等 所以其实还蛮多元的 所以对象的部分是怎么样 对象的话就是在地的一些店家业的 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企业 所以有意愿可以加入的 他就可以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条件 是我们目前是主要是只要在左营地区 然后有意愿跟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话 都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左营救世美的这个群体 那接着我想请教这个江老师 就您在这个建业新春的这个注点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您过去的这个创业过程的 触及到的这种比较多角化的这个经营 就你这个过去的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 那所以我是这边想要请教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就是说 把一个在地的文化素材 跟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开发去做结合 就是能够融入到这个商品的这个经营上面去 让这个在地的文化素材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那以及就是说在结合文化素材同时 是怎么样子能够发展出 就是比较多角化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因为有时候在地文化素材的运用 它面临到就是创新的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它的这个经营可能是要随着这个 就是文化的对于文化的认识的不同 而也会做出一些这样不同的改变这样子 好 其实我的话因为我会先做一些在地的一些取材 那回过到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以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方式 其实我是料理人厨师 那我厨师其实有时候你会需要重要的来源 就是像食材 食材加上一些饮食文化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基础填调时候会去进行的 那有这些填调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转化 比如说我可能去探访了高雄不同产地的这个就是小农们 比如说六龟的可能芒果 我们去跟芒果小农们去聊聊天 然后知道说这个芒果的栽种过程是怎么样 那我们在这过程中可能就会稍微去思考说 如果今天这个小农的芒果交到我的手上 我要怎么样把它转换成食谱 那转换成食谱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是甜的 比如说甜点 就是芒果布丁或者是说芒果蛋糕 那它就会是一个商品了 那另外也可以把它规划成一种手作DIY课程 就是变成是教大家怎么样做这个芒果布丁 或这个芒果蛋糕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从甜调一直到商品设计 跟在地的这个素材转化的一个一连贯的过程 那它也会不小心就会变成是所谓的多角化经营 就是像我可能我本身也会写作 所以我的文章可以在网路 或者是在一些刊物上可以呈现 那同时就可以带到我的商品 就是这一次的限定 比如说芒果蛋糕 那它又可以延伸变成是小旅行的一个DIY的体验 那所以我会觉得回归到自己自身 本身是对于这个文化素材 或者是在地的这些素材有兴趣的 其实它可以走的面向会很广 那我当然是以厨师的角度去思考 那假设你今天是一个陶艺家 或者是你是一个木工师傅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调查地方的比如说领业历史 去了解过去这个地方曾经种植过什么样的树木 那这个树种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商品 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课程 那这个就是各个职人们的专业的领域了 那就我自己这几年其实从事的就是在地的这些食材 然后饮食文化的调查跟转化 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去产出这样子 那近期就是在左营建一新村这边 就是以住代户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进驻到现在是第三年 对那目前其实跟这边的一些居民啊 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的对话机会 我觉得还蛮多的 因为它是一个旧城 然后有很多很丰沛的饮食的这样子的能量 好谢谢江老师 那就是说您刚刚有提到说 您在这个今天新村注定 那其实这个是一部分也是 高雄市推动这个住代户的这个政策 那这可以算作是高雄市对于这个 在地文化注入新的一个活力的一个努力 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那就您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 那就是说政府或者是文化业者 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就是说例如说假设也可以以建议新村为例 那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能够让这个文化的这个探觉可以更持续 那这是其中一个在 比如说这个文化工作者和政府方面的努力 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文化的经营的时候 那它可能是具有某一种特定的公益的性质 那但是它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对于文化的一个探觉 所投入的这些行李可能会由于这个 不见得它是能够具备这个商业的这个模式 所以不见得能够那么的持久 那这部分也想要请教一下您的这个经验 好就是以住在户这计划其实从2014年 一开始是先在凤山的黄埔新村这边 那当时其实是以一个 以居住在眷村然后去修屋跟维护这样的概念 那慢慢的其实一年一年调整到我们这一期 其实它就是开始做可以像是 有点像是商业的营运 那原因是因为过去以一个不能商业的 营运的情况下 很多住屋都是血板无归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装修一栋老房子 可能花费都是以百万去当作是一个单位的 那再加上早期的是只能进住三年嘛 所以一直到我们这一期开始调整到是五年 那我们这一期的它就让开放让我们去登记民宿 所以就可以开始有所谓的商业行为 然后我们的下一期就变成是一些商店类型的 所以它的经营的店家又会再更多远更广泛 那其实建议新村这边就是一个文化景观 所以它希望可以保留一个眷村的文化跟风貌之外 也可以让入住者有一些就是不会纯粹只是居住 可以有些商业行为 那也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们入住者来说又应会更大 因为我们发现不是只是在这边居住而已 对那至于我觉得其实公部门的这样的政策 对于我们有自己本业的人来说其实是很友善的 那至于怎么样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本质 就是你的这个商品它本身是不是有市场的魅力的 那像我们其实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单位 它是可能都是会申请政府的补助或者是计划 那可能今年可能有多少费用它可以请人士 可是它可能明年就就没有拿到这计划了 它这些人士可能就就可能就会就会终止了嘛 那这样就很可惜是它原本就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模式 可能就会中断 那不过像英影这样这样子的单位其实存在 就是对这样子的计划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它可以做一些资源的导入 比如说跟周边的店家的整合 那比如说我是做吃的那我缺茶 那他们可能就会介绍说 我们有一个是茶行的店家 那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联名礼盒 茶家饼的一个中秋礼盒 或者是过年礼盒之类的 就会有一个联名跟群聚的效益这样子 那商业模式其实就是需要时间的考验 比如说我从一开始 大概2013年那时候开始创业 其实就一直在测试市场的反应 那我觉得有一些基本款的东西 就是让客人知道你的品牌主打的是什么品项 那其他再加入一些 所谓在地元素去转化的这些商品 有一些季节限定感 那不管是举办各式活动 或者是拿政府补助的这样子计划 其实都要回归到这一点 就是你的商品或是你的活动 如果我们以正常的收费来说 比如说一趟小旅行 可能要1500 那如果你今天是拿政府补助 你可能可以降到300块 可是你回归到1500的时候 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你就是必须要去补足这些内容 让消费者是知道说 原来小旅行不是300块 是应该要到这个价格的 那中间的一些技巧 就是都需要一些时间跟经验的累积这样子 好 谢谢江老师 那接着是刚刚有提到 江老师有提到这个应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边我想要接着请教宇柔 就是说作为这个你设计师的这个观点 或者说作为这个法人的这个角度 那文化经营者他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连接到适合的这个外部的资源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进驻到这个比如说以建议行程为例 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容易 比如说江老师有提到说 这可能是100万位单位来去做这个老屋的整修 或者是经营 那所以说这时候就必须要仰赖 这个比如说这个地区 它以外的外部的这个资源 那所以就这个法人的这个角色 它是怎么样子能够引导 这些外部的资源挹注进来 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呢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行销的这些手法等等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怎么样 是 其实以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中心以往在南部 都有相关的专案经验 除了这两年我们在左营的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其实之前以往在那个 高雄哈马新延城 或者是三凤中街 或者是屏东可可 那边种植可可的小农的 我们都有类似的专案在辅导他们 然后这其实也是政府 一直希望能透过我们法人的力量 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些中小型企业的店家 或者是一些企业 然后也由我们先了解问题 然后可能寻求像江老师这样的文化经营者 在地的协助 然后或者是一些产学业界的专家 一起来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每年其实也有跟一些大专院校设计系所的老师合作 然后我们每年会扶植一些设计师 一些新锐的设计师 然后来协助可能这些店家有需要一些设计的辅导 或者是服务 我们就进来协助他们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 就是发掘更多像江老师这样的在地文化经营者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透过我们跟产学业界的资源 像是刚刚提到的设计师 就可能跟老师合作 像老师刚刚有提到联名礼合 其实我们今年就是也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的一些新锐设计师 就会协助可能是规划或者是开发 然后一起看用什么方式可以共同行销曝光 那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有没有比较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 就是说在成果方面的一些产出这样子 有像其实去年的话 我们就有做中秋的礼盒 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店家内的福田糕丙 他是做传统的糕丙业者 然后他就是有推出他的平安糕 然后跟我们的正信堂国药号 他是有推出中医药的茶的那个茶包组合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串联 然后比较近期的话就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在建业新村那边跟光之圈 他们有一个 不好意思不是光之圈 圈村文化生活节那边有一个合作 然后他们就是将我们的 也是推出一个联名礼盒 里面的包装就是有我们一个 瑞兴军用品社的小布章 然后跟我们店家手工造的一个手工造的组合 然后还有这好照相的照相组合 他是拍全家服的 所以我们就以家的这个主题 然后跟店家们去做串联结合 然后再加上我们应援中心 可能设计价值的服务包含包装啊 或者是印制生产都是由我们去协助他们辅导产出这样子 那想请教一下你们寻找那店家的一些策略 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可能会考虑到说 比较容易透过文化元素的转化的店家 来去做一些选取或者是说做一些串联 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些策略的考量 那再来就是说以及就是说可能 刚刚听到这个几个例子也想要知道说 那实际上在进行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 困难 就是说例如说可能跟商家之间的这个整合 就是刚刚听的这些有几个案例 就是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实际上可能会碰到的这个困难 那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些一些相关的这些看法 让未来有益做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这些商家 或者是业者可以有一些参考这样子 是其实困难的部分一定会遇到 像是我们今年就像老师刚刚提到 有关于贩售价格啊 小旅行的贩售价格 或者是联名礼盒贩售价格 因为现在是因为我们有计划在扶持 所以它一定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如果一旦计划中止的话 可能就会有价格一定会提升 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说 有我们应援中心一样类似这种法人的机构 我们去扶持文化经营者 他们可能本身在在地就一些能量或者是元素 他们可以自己跟这些店家去运作 然后一旦我们法人中心如果离开的话 他们其实自己是可以运作下去的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就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像今年除了老师之外 我们也有跟建业新春那边的 这好照相的设计师有做一些合作 然后也希望可以扶持它成为 算是当地可以领头的一个单位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是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刚刚提到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可以有点算是业者 或者是微信业者的这个赔利的一个介入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计划中止 或者是说你们的辅导 可能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可以持续的一个成长 那在这个赔利的上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为这样子 就有些例子嘛 就是说在商家的赔利上面这样子 其实我们主要是 一方面是先挖掘 看有没有当地本身就具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一些课程 去带领他们可能 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有一些设计的基础等等 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课程 再去加强他们 然后让他们更有这些概念 包含我们其实 因为旧卓银其实有蛮多老店家的 他们可能没有这些概念或者是观念 但是透过我们的课程 去辅导他们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也希望他们可以 就是自己可以一夜合作 然后或者是相互连结 因为其实我们左营救世美里面的店家还蛮多元的 包含有餐厅业者或者是在地小吃 或者是旅宿业者 甚至美容美法业或者是营楼等等 所以其实还蛮多元的 这个左营救世美它当初是怎么样子整合起来的 就是是有一年的这个协助吗 还是说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它组织而成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 互相帮助的注意的这个团体 是我们当初其实是先跟正信堂国药号 这间它算是中医药的诊所 我们先跟它做连结 然后它就是在地的一个领头单位 由它去协助找寻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加入 然后这些伙伴们他们就会再去衍生 像去年的话其实只有15间的店家 然后今年的话就透过这些店家 他们用自身的精力 然后去算是再继续拓展找新的店家 所以今年我们其实有32间的店家 加入到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然后大家的宗旨其实就 因为我们叫左营就是美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找美的人数 但其实这个美它不会只是 餐厅业者的那个美食的美 或者是美容美法业者的美的美 它其实很多人只要是有美的人数 甚至是你知道心地很美 想要加入我们这个一起共同行销 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是 了解 好谢谢 那这边接着想要请教江老师 就是说刚刚有提到 宇宙这边有提到一些 这个一页合作的一些案例 那就您的这个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合作的例子 那在建议新春的 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的也好 那就是说 透过这种互相争议的 然后利用这个文化元素 来达到这个 比较就是有这个忠孝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比较常会接触到的 通常比如说像前阵子 有跟万卵的相公所合作 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图书馆这边 邀请我们就是 帮他们的百香果农 跟在地的食材去做一个 就是食谱设计跟那个 餐桌的 户外餐桌的这样子的 一个体验跟规划 那中间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 可以也可以说是一页结合的 像是我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 在地的一些当地 比较特别的饮食 这一块的一些记忆 比如说我们就把 万卵主角这件事情 变成是偏西式的 法式的动派的概念 对然后它这样就会让消费者觉得 其实是蛮特别的 因为可能没有想到说 这个猪脚可以做成是这样子的口感的 然后另外还有像是 因为屏东地区有很多的海鲜 所以我们就觉得做一个 海鲜的这样子的海鲜派 这样子让当那个现场的民众可以吃到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海鲜 可以用不同的做法这样子 那其实我在进驻建议新春之前 其实曾经在高雄市的山芋书店这边 有待过一段时间 那可以算是我的起家错了 那时候因为跟书店合作 所以其实除了当然除了阅读跟书学这件事情之外 我也把文学的东西 设计成是一个可以吃的小说 就是变成是一个文学甜点的概念 比如说我阅读完一本书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的角色 或者是我读完的心得 我可能用不同的诗才表现出来 那像是夏目术时的少爷 他可能讲的是一个男生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那从青色一直到世故 所以我就用两个不同颜色 绿色跟咖啡色的断层蛋糕去呈现 那后来开始走访产地之后 我就将地景这件事情融入 比如说我们到内门的二地地形那边 那个地形其实有一个地方叫做 就是有点像是越式界那一块 那我就把这个地形地景的样子做成一款甜点 那另外还有像以前打狗八景 早期的打狗八景的这样子的一个诗 也将其中的江港规范 或者是临州勤染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也把它转换成一个甜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会让你的产品 更有特殊性之外它也会融入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那其实不见得每个创业者 他都有百年的就是食谱的传承 他可能也不见得每个都非常的有 他所谓的品牌文化或者是理念 可是你将你的商品注入故事 它就会是让你的产品更有内涵的一部分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长期一直做一些文化的采集 跟转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点像是协助 可能不见得能够看到这个自身历史 或是文化的这一些商家 或者是业者或者是合作对象 来去协助他们萃取出这样的一个 可能不见得一定要讲的是某一种 很就是说很正式的一个文化 而是可能是一种叙事或者是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涵 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是很日常的 其实很多日常的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上完跟一年合作的课程之后 很多来上课的学员都表示说其实老师展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 可是它却可以转换成很可爱或者是很吸引人的设计跟包装 那这些包装它不只是成装这些产品 它也是一种象征 就是我用这些文化包装了我的产品 甚至是注入在我们产品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讲师的主要的可以说是功能吧 就是让他们去思考原来我们一直觉得习以为常的这样子的风景 其实是大家愿意远道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然后也会让他们更意识到说其实我们自己拥有东西其实很棒 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觉得总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这样子 那像我这几年其实也蛮频繁跟日本这边有接触 那我发现他们其实来台湾或者是吸引他们来的就是一些我们觉得很像弄的东西 因为其实先进国家其实大城市都看多了 所以要比那些比不完 他们其实真的在意的反而是市井小民的生活 巷弄里面的小吃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建筑古厕 跟一些不一样的城市与会的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会更珍惜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化素材是很丰富的这样子 谢谢两位上半场这个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回到公式好好说 走进时光隧道 踏遍每个街角 城市的催淡风狂 高雄光光 陪伴你探索 FM94.3 阿熊啊 阿你上次去田里种到受伤不能工作怎么办呢 还好你有提醒我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让我因为种田受伤能获得适当补偿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让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保被保险人保障更完善 只要向投保农会申请加保 金农会审查通过后跟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详细内容请下劳保局查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徐国勇 今年的租金补贴会在加码 一家三口的育儿家庭 每户最高补贴金额会从5000提高到7000 减轻育儿的负担 另外政府主动协助我们的弱势家庭 总共补贴50万户 7月1日开始线上申请 合格再抽电动机车哦 欢迎上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贴赚区 拨打027729800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营键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俊吉 畅游高雄公车好行好便利 欢迎使用高雄iBusAPP查询公车动态 提早三分钟到站等待 提醒您等车时要面对来车方向 提早举手 看到公车方向灯亮起 再将手放下 下车时提早按铃 等车辆停稳再离开座位 下车才安全哦 欢迎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我是指挥中心罗一军 若曾接触确诊者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就建议快筛 快筛阳性者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 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 如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 由医师评估后开立药物 请遵照医嘱服药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空中传练一起 分享点点一笔 九四三 九十赞 九四三 你最马迹的电台 公共的事 你我的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的 公事好好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公事好好说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讨论 高雄在地文化的复兴和经营 以及我们两位来宾 今天新春江州商店负责人 同时也是作家甜甜师的江州航老师 以及应援中心的设计师 苏宇柔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 继续讨论这个主题 接着我想要请教应援中心的宇柔 就是说在这个应援中心协助的这个专案为例 就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最具代表性的一些 导入文化元素的 导入文化素材的这些实力 是 其实我觉得自己最具代表的话 可能就是近几年我们在左营救世美的这个专案 然后其实我们今年就是有跟建业新春的 刚刚提到的这好照相的店家里面的那个设计师来做合作 然后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在地文化经营者 他其实就协助我们规划了整个 这次左营救世美的小旅行 然后他其实串接到了 不管是龙虎塔旧城那一边 或者是建业新春这边 甚至是国贸社区 他就把整个这个旧左营这边的整个文化都串联起来 然后也把我们三十几间的店家都放在里面这样 然后其实我们也透过这个小旅行 我们把它规划成可能两天一夜的行程 然后甚至这两天一夜还可以拆分成 蛮多天的半日游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活化的小旅程这样 然后我们也把这些店家都串起来 然后因为左营救世美 他其实刚刚有提到店家很多人嘛 所以我们就是里面的行程有包括 像是有去左营城隍庙前面的那个 左营人必吃的早餐圣香肉园 然后或者是国贸社区的龙妈妈甜酒酿 然后甚至是一些体验活动 然后体验活动的话就有包含像正信糖国药号 它是中医药的那个诊所 然后他有做药盾包的DIY体验 然后还有更新手作坊的那个手工造 他是有做一些亲子的体验课程 然后或者是一些手作教学等等 然后还有福田糕饼的那个传统糕饼 他那个那间店其实就是他是在做祭祀神明的一些糕饼 对然后他就把这些传统文化就是继续带领下来 然后也平时也有到那个国小啊去做一些教学这样子 然后所以其实还蛮多元的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小旅程的一个算是精华 就是他有在跟照相业者就是这好照相去服务 所以这个小旅程其实都一直会有摄影师去做随拍的这个记录 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小旅程的亮点 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具代表性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我们这次辅导的项目还蛮多元的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小旅行之外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这次有连接一些艺术家 因为我们应演中心其实长期跟博二啊 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艺术家都有做串联 因为我们中心其实自己就有印刷的设备等等 所以一些设计师或者是艺术家都还蛮长到我们中心来这样子 所以今年我们就是有媒合了五位艺术家 然后跟五个店家去做连结 然后在店家的场地去算是美化改造 或者是以他的作品 然后跟这些店家有什么连接性去做配合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市集的活动 我们今年在端午节华龙周在爱河那边 我们也有就是我们的摊商也有过去那边摆设这样子 对其实还蛮多元的 好谢谢那刚刚雨头这个介绍 那些就是在地的店家 有些是非常就是非常有历史的嘛 对不对 那有些可能是一些新创的一些店家 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这一个就是都市学家 曾雅各他在1960年代对于都市 美国都市的讨论 其实这个他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先见之明 他就提到说一个都市他其实会成长 那也会摔腿 那但是他怎么样子可以避免摔腿 就是他怎么样子可以有不断注入的这个长期的活力 他就说如果都市里面他全部都是新的这个建筑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活力的持续的注入 就是因为建筑他算是一个容器嘛 那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怎么样的建筑 他可能会影响到那今天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都是新的这个建筑的时候 那这个都市也会慢慢的单一化 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都市里面 他存在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行动其实都会慢慢的单一化 那其实他就很难的就是能够持续的一个 充满活力这样持续下去 所以当这个有他说同时有新的建筑物 同时也有旧的这个建筑物 他可以不仅是说只供特定的一些族群来居住 他其实是可以提供不同各式各样的人 在这边生活在这边经营这个商业 那刚刚听到的这些像是一些传统老店家 那可能也有新创的这些年轻人 那可能他们的这些想法或者是文化的萃取 都是可以做一个互相的这种交互的作用 那其实看起来是说他或许在未来还是可以持续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新的活力 如果这样的一个新旧的交融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并进下去 那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旧左营 他其实是一个蛮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谢谢宇柔的这个分享 那接着我想要请教江老师 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这个劳动部多元赔利就业计划的讲师 那你讲说这个包装再造或是商品陈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就是一两个您在这个长期经营的这个商品里面 所以去代表新的一个导入文化素材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实用的课程 那我们其实在课程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即便你是小工作室 你还是可以尽可能做到品牌化这件事情 那品牌化它很重要的原因是 它会让你的产品从定价上跟整个呈现上 可能就会是有一种专业跟一种好像看起来整体的精致感会比较完整度会比较高 那品牌化的内容其实有一部分重要就是你的品牌的内涵跟你的品牌文化 就是你这个品牌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你想要透过你的产品跟消费者传达什么讯息这件事情 那有了这个内容品牌的文化之后 开始我们就会去探讨到品牌形象这件事情 品牌形象可能从它的外观 或者是从这个你呈现出来的包含摄影这件事情 跟你的美学的概念 这个也都是我们会跟学员们做一些讨论的 那讲到这个产品的外表部分就是设计了 那设计的元素包含说像是一个纸盒的印制 外面的这些腰封也好或者是一些外面的明信片的这些的设计 其实当然有专业的设计师去协助是最好的 不过我们接触到很多业者他本身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彩力 他就必须要用现成的公版的盒子去做转化 那去做转化过程中他的一些素材就很重要 比如说腰封的设计怎么样做一个自己专属感的腰封 然后或者是我属于我的明信片 那我去陈述我的商品的品牌的文化 跟我想要传达的讯息 这样子的很个人风格的设计就很重要 那不管是明信片或腰封上面这些图案 这些设计的内容到底要有哪些元素 这个就又会回归到你品牌文化跟形象想要传达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子有逻辑性的方式去让业者知道说 不见得我每次都要印500盒1000盒的丝版的盒子 因为其实这个成本很高 第二个是你的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你相对的纸材的耗材会再更贵 那你用这样子比较小巧精致 比较简单的做法 其实也可以拉近你跟消费者的距离 就是我们就是手工的 我们就是小公司 那我们就是不过我们还是很愿意去做一个品牌的概念 那因为我自己从2013年创业开始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设计的盒子 不过我很常使用的是公版的盒子 加上特别的腰封或者是明信片 原因是我有很多是限定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一次一盒 我可能丝版的盒子可能只能装一颗蛋糕 可是我今天可能我先想要设计两个小的杯子蛋糕 那我这个纸盒就不合用了 所以我就必须去找公版的盒子 再加上特别的包装 所以有点像是把我自己实战的经验 去跟学员们分享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像是设计的 设计的一些理念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一些 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或工作室 他们实际做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 这样子让他们可以去跟自己的产品 有一些连结跟讨论 那我们其实除了上理论课程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是像我就带了一大堆包裁 绑绳 不同的核心 然后跟不一样的腰风 空白的腰风让他们自己去画 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商品上面 我想要有什么图样 然后有什么文字跟文案 这样子 让他们从理论一直到 实际的工作方的形式 那最后我们是模拟你参加一场试集 我们要怎么样陈列这些商品 我们要怎么跟客人介绍我这个礼盒的内容 那我要怎么写文案 去推荐我的这个礼盒 这样 所以其实是一个还蛮扎实的 总共上了24小时的课程 对所以其实上完很多学员都说 很多资讯需要时间消化 对那他们前阵子也刚好有一个试集展出 然后据说回馈是还蛮好的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觉得可以用自己自身经验 去协助到需要的业者 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 好谢谢江老师 那在这个也想请教您 就是说你自己也有在经营这个 像日食还有江州商店这样子 那这个张苏经营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就名称啊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 跟文化的这个内涵之间的 这个关联大概是怎么样 那以及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这个商品里面 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导致文化素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是因为我其实最早期发展日食的时候 我思考到的其实是把我们传统的 汉饼去做转化 那汉饼其实它 早期的农业社会的时候 我们要吃甜点或吃这些汉饼 糕饼类的 不是日常的东西 它是某一种仪式的东西 仪式感的东西 那后来因为现在大家经济能力好了 所以其实你要吃到这些东西 也没有这么的困难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台式或者是中式的糕饼 给人家感觉是比较厚重 跟尺寸是偏大的 所以我其实都买得到 那可是我一次不想要吃这么多 这么大块 那怎么办 我就想说把它做的比较小颗 那时候我参考的就是法国的马卡龙 这样子的小小一颗很精致 然后它本身又有文化的内涵 就是饮食文化的内涵 那我就想 那我们台湾的汉饼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就把我们的 比如说太阳饼 我就把它做的比较小颗 然后同时让它的表皮跟内馅 有比较多不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我用六桂的三茶 我用屏冬的巧克力 然后我用日本金刚的抹茶 去做成不同口味的 有点像是台式马卡龙的概念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会让下辈子觉得 这个品牌的东西好像是把传统的 变得是比较新创的感觉 那再来是我的品牌 那时候我也在思考说 要叫什么名字 那日食呢 它其实就是大自然的那个日食的现象 那太阳饼咬一口之后 它就是变成日食的画面了 太阳就是缺角的太阳这样 所以我就把我品牌取名叫日食 那不过我的食字就是 不是有虫字编那个 我是用古字 就是食物的食 它这样子又更有 跟食品有连接感 所以我的日食其实是跟我的 小柯太阳饼 我俗称是叫做小阳饼 小柯太阳饼去做连接的 那它也变成是我的一个招牌的商品 就是即便我可能这几年 已经做过好几百款不一样的商品了 可是大家想到日食 就会想到是小阳饼 这是我第一个 算是品牌化跟主力商品的部分 那我来到今天新顺之后 因为毕竟 我自己是把它设定在一个 饮食的工作室 就是实验室的概念 那我自己有设计 除了料理跟甜点课程 因为左营旧城这边的饮食 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我自己也有设计的 就是菜市场小旅行 那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讲食农教育 可是其实菜市场就是最好的食农场域 是我们每次去市场我们总是会看到很多 你从来没见过的食材 不管即便是我们自己厨师 我们都看到很多是 这是什么 真的会很好奇 那这样的场域 其实小朋友进去的机会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妈妈都会带我们菜市场逛 现在可能都是逛超市比较多了 因为比较相对感觉比较卫生 可是菜市场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很多摊商 他可能会跟你讨论 这个菜怎么煮 那或者是说 突然你买一大包的什么 他可能会再送你一个两根葱 这些东西其实是 超市无法取代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把菜市场 都用是一个主轴 然后再去回溯去看 左营为什么这边那么多大的菜市场 是因为当然跟他的 早期的军事的发展有关系 很多军队的批发 然后再来是因为旧城这边 其实以前人口很多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 五步就是一个菜市场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菜市场 这个即将要被摸落 或者是忘记的这样子的产业 其实它反而是好转化的 那我自己设计就是 我会带民众先去菜市场逛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 几个固定摊商去买一些食材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请一位 文史解说员 带大家去看旧城这边 比如说龙虎塔 或者是城墙 或者是古厕 然后去了解这些建筑语会 跟在地文化的部分 那最后是回到建业新村 我们就是会使用这些市场 买到的食材去做料理 那我当初其实设计这个 是有参考泰国的水上市场 或者是我们去国外很多市场 他们其实都有这样子 客制化的行程 那其实这对外国人来说 其实诱因会蛮大的 因为很多外国人 他可能除了美食店家 他要去很容易 可是他要走到泰市场去 然后他要到民宿去过夜 或者是他要做一个 在地的风味的料理 其实对一般的外国观看来说 没有这么容易 那我觉得我们这边 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就开始就规划 这系列的菜市场销旅行 那后来慢慢延伸到 像是近期在进行的 就是左营的伴族文化的调查 那因为左营 左营大陆上有一间 叫做蓬莱阁的一个 日子时期的时候老房子 以前其实有很多酒家菜 跟中破塞 就是在那边做蓬煮 那后来就逐渐的搬迁到 左营下路这边 所以每年年节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中破塞在那边卖年菜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不要说是左营人 不要说高雄人 其实很多左营人都不知道 那个左营下路 有在卖年菜这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是想要回溯 去探讨关于左营的中破塞 它的菜系 跟我们知道内门的 这些三线的菜系 甚至是海线的 比如说像子官这边的菜系 有什么不一样 那左营菜系的内容 是不是跟所谓的眷村 或者是这些大江南北的菜色 有所连结 或者是有所转化 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做调查的 那透过这样子的半座文化调查 再产出像是刊物 或者是像是展览的部分 那这也是我们从8月开始在进行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虽然都是计划内容 可是它都有机会转化成商品 比如说菜市场小旅行 它就是一个观光商品 那半座菜 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半座活动 那或者是说它可以变成是某一种真空包的中破菜料理 年菜它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了 所以我们还有刊物部分 它其实也可以变成是可以贩售的杂志 或者是小资类的 那我自己这几年就是希望可以将 左营的饮食文化 旧城这边的饮食文化 重新做一个回溯跟创新这样子 好谢谢江老师的分享 那就是我们上面有谈到 就是两位分享到很多这个 微型商家的这些串联 或者是合作 那以及江老师的过去的授课经验 或者说自己创业的经验 那在这些这样的一个 有点像是作为第一线的文化经营者 商业经营者 那想要请教一下 这边先请教一下江老师 就是说你认为高雄目前具备 就是具备潜力的在地文化元素 那还有哪一些 那哪一些还没有被这个发掘出来 其实是可以投注 不管是说这个文化经营业者 或者是说政府部门可以投注更多关注的 这种在地文化 那大概是怎么样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的家乡是六龟 那我其实第一个会比较 嗯 左眼的是在偏乡这一块 它其实有很多的素材 呃 包含是文化素材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值得被挖掘跟被转化的 像是 嗯 桃园 高雄的桃园 或者是 纳马夏这些地区 其实 呃 像原住民的许多像编织 或者是像是月桃业的这些技法 跟一些传统的这些工艺的东西 其实它是有机会重新被转移成 走向国际的产品的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 跟日本这边有些合作的时候 其实发现他们对台湾的 原住民的这个编制品 他们很感兴趣 那台湾原住民又有很多不同族 不同族群嘛 所以其实每个不同族群 它的编制或者是这些工艺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那怎么样变成是可以被商业 就是模组化的生产 其实会是 我觉得政府计划 很轴心的部分啦 那当然 像我们也看到很多 比如说原百货 或者是有很多单位 其实都有这样的商品 可是它的通路端 或者是它衔接到关于顾客端这边 它的那个过程 通常不是这么的顺畅 可能只有少部分人会关注 那这部分我觉得反而是 可能政府需要再投注一些心力的 不只是协助商品开发 跟这个技术传承 我觉得反而是后端这些销售的 怎么样让这些制作者 发现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然后让他们更有信心去把他们的商品打造出来 像我们接触很多地方的小农 或者是很多地方的工艺者 他们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对他们来说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卖这么 价格卖这么高 那如果是尤其是外销到国外的话 它其实价格又会再更提高 像举个例子来说 我前阵子跟日本的版神版 会有合作一次选物 那我选物的内容 其实是把我们传统那种伴桌的大盘子 它上面会有一只手绘的那个龙虾 那它是磁盘 那因为它基本上都是 已经是停产了 然后在台湾已经是被当做 是有点像是垃圾一样丢掉的 那我是去二手市场收的 那我去二手市场挑 可能一片可能一个碟子 可能是100块台币 可是可以在日本的百货公司 卖到1000块台币以上 那这个东西其实 虽然看起来是商品 可是它其实 里面也是包含了许多的文化 因为它是我们传统在伴桌的 艳客的 这个虾子的含义就是 它讲台语的话 我们是讲那个虾 就是 谢谢你 所以其实吃完之后 它就有一种主人 谢谢你来吃饭 然后加上虾子它本身又有一种 非常有坚韧弹性 跟长命百岁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它也是某一种祝福的一个象征 那其实日本人反而会去 去阅读这些内容 知道说这个盘子 原来在台湾的这个虾 虾跟台语这个虾的发音 是很接近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其实换个角去去思考这些商品 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还蛮值得被开发出来的商品 然后像是我觉得刚提到的中后塞的文化这件事情 还有像我们建业新村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面食类的 大家南北的菜系 其实也是一个蛮有亮点的部分 然后偏乡的物产 然后跟偏乡的这些不同族群的工艺 跟他们的文化的传承 这个会是蛮有品牌力的一些商品 谢谢江老师的分享 这看来就是高雄它还是有很多的元素 还是可以挖掘 甚至是整个台湾的这个旧的这个文化 那其实它都蕴含了 过去的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 那可能因为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的步调 可能就比较快 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可能器物上 或者是仪式上面的这些内涵 可能都不见得是能够跟我们的生活 有那么直接的这个映射 那可能但是对于这一个 以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像刚刚江老师分享到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边我也想要请教应眼中心的这个余肉 那就是说您在这一个担任设计师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就是对于这个高雄在地文化元素的这个观察 你觉得哪一些是比较有潜力的这个部分 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店家角度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明明就是可能已经拥有这些素材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运用 但是透过我们应眼中心或者是一些设计师潜力的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再更专精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日常这个东西 其实日常他们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 其实他们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转换成他们 可能跟设计结合的素材啊或者是一些美学等等 像是福田糕丙好了 他们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做灯塔或是安宜 就是以太日来说就是那些祭祀神明的东西 但他们一开始就可能就觉得就是他们的本业就是做这个 但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转换成一些文化的素材等等 像他们今年就有把那个平安膏上面的图腾换成他们新的福田的logo 对他们就是有去做整个识别的改造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他们的识别印在那个 也不是说印就是有去做请师傅做模板 然后直接就是把那个他们的糕饼的材料放进去 然后就是压成他们专属他们品牌的一个平安膏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早就已经是他们日常最接近的东西 但他们可能一开始没发现到 但可能透过一些设计师或者是在地的一些文化经营者来协助 他们可能就可以更直接发掘到这些素材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反而日常的这个东西 它才是可能就是能够最具有一个潜力的 因为它可能代表了某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思考的模式 但是它可能就是因为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日常 因为它是以一个模式的方式在运作的 但它不见得能够就是被识别出来 甚至是在这个生活或是文化里面的人或是店家 可能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意识到 所以大概就是您的这个角色或是应言的这个角色 大概就是同时在接触这样的一个文化元素的同时 也察觉到这个市场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向 那就把这个两者去做一个整合 就帮助他们识别说哪些东西可以接到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些要素 做一个整合这样的 对那所以大概是做一个应言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所以从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地文化的经营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大概有一个大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让这个新的这些想法 还有这些创意还有设计结合这些老的这些想法 还有他们的元素和文化 那就有可能去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 那虽然它可能跟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其实文化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它不太会是一个静态的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是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变化 那这我们也很期待说看到这个高雄的在地文化 或者是这个今天新春它未来的这个 在文化上面的这个转化或者是发展 那也非常谢谢这个听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两位来宾 这个江中航老师以及这个苏宇柔设计师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公事好好说我们下回见 公事好好说 节目由高中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5点30分进行到6点30分 谢谢您的收听